去年王薇当妈妈了 在怀孕的时候 你有担心过宝宝的健康吗 真的有担心过 因为我特别希望 他是健康的 因为我从小生病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千万千万千万 打那么多针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 生孩子是没有问题的 绝对可以健康 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大概治疗之后吧 25岁之后 然后停了几年治疗 医生就跟我说 你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然后医生说的 对 医生说的 然后我们两个人 都做了一个 孕前的一个检查 这婆婆当时 她怀孕你担心吗 我特别高兴 高兴了她就是怀孕了 对 高兴 再就是担心 就是宝宝的身体状况 她吃那么多药 打那么多针 这么多年 特别担心 只有这孩子 落地了以后 生了以后 检查都健康 哎呀我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真的 开心 开心 哎呀太好玩了这孩子 哎呀太可爱了 很好 不健康 说句老实话 我仔细一想 你们真的是两家好人 撞在一起了 你说这但凡 有一点点这个瑕疵的 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你比如说 作为南方的母亲 就坚持不同意 这可能 她也会跟你结婚 从此 这就成了一个矛盾家庭了 对 当初我儿子 非要娶他 我不同意 这就成了矛盾家庭了 这个婆媳矛盾呢 自然形成 先说一下 你俩有婆媳矛盾吗 我俩一点也没有 像婚间一样 没有 一点也没有 我俩特别特别好 我妈对我特别好 今天公共没来 但我公共也是和我婆婆 都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人 我俩结婚的时候 也特别地祝福我俩 说希望我俩能够白头偕老 然后好好的把日子 过得红红红红的 你确实挺厉害的 我仔细想想 就是你没有战胜不了的东西 这节目刚开就请你来 我觉得你来了 就绝对是战无不胜 这个节目 虽然是今天是第一次来干什么 这个利益相当好 老薇 你告诉我 现在你跟你老公怎么样感情 我俩特别好 特别好 你看不出来就很上场 就黏糊的 我跟你讲 当着婆婆的面 这个动作也可以做 但是不一定一直做 我婆婆习惯了 我喜欢她俩这样 越好越好 越爱越好 不是 关键是我看见这个动作不舒服 那个吵架吗你们俩 我们俩不吵架 从来不吵架 这个平时的家里谁厉害一点 都她说了算 怎么都成我说了算 我比较狡猾是吗 这假如说你看着他们俩要有点不对的话 说闺女还说姑爷 说姑娘 说姑娘 婆婆 假如你看他们有点小问题什么的 说儿子还是说媳妇 说儿子 看看 这就是继续说儿子 这个 我婆婆可疼我了 但是她俩从来没吵架 你看人家 假如我俩做得不好王芳你说谁 说你啊 你做得不好我不说你说谁啊 不是你看明明是她不好她说她 不是你旁边站一女孩我就说 你 也就是说在家里边其乐融融的 对 现在你会不会觉得苦尽甘来了 是啊 你看我现在除了上了场这么高兴 我在家也这么高兴 是吧 一直不停地笑 总是这么高兴 其实王威真的是鼓励了很多人啊 很多人看了我们的节目 各种采访王威的节目都会说 哎呀 我本来都已经活不下去了 一看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我有什么活不好的 在此王威 我要送你一个小礼物啊 就是可能有一个阿姨 你已经不记得她了 她就是很多年前看过我采访你的一档节目 看完之后呢 她就说改变了她整个的人生 张阿姨今年已经71岁了 眼角带笑的她却已和病魔抗争多年 得到了狼梗 昏迷了好几天 人家说话都不愧 我一开始 不想活了 然而电视上的一面之缘 让张阿姨认识了王威 也让她的人生彻底发生改变 我开始不认的 后来看电视 记住她了 那么多那个癌症够牵强的 这回上医院 我专找那个王威 聊了两个小时 我非常感动 我得这点病惨什么呀 王威的关怀 让张阿姨一次次的 挨过了病痛的折磨 走出阴霾的张阿姨满心感谢 王威这个我的鼓励太大了 你做我的榜样 我高听 你看见我就想起来了 张阿姨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通过电话 然后 当时她 其实阿姨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她也在鼓励我 现在王威是在做医护人员 我想知道是不是会有很多人 到你们院找你 对对对 很多人 然后无论是谁找到我 或者是通过打电话也好 我都会非常非常地细致地 耐心地给她告诉他们 我是怎么样治疗的 如何康复的 然后有什么能够帮助到他们的 然后我力所能及地 肯定全力以赴去做 她现在当护士职业怎么样 好啊 好啊 她鼓励别人 多好啊 切身的体会 鼓励病人 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组嘉宾啊 你的婆婆 还有妈妈 还有你出了差的老公赶到了现场 我觉得王威你要在现场 好好地拥抱他们每一个人 是 要谢谢他们 谢谢妈妈 谢谢 曾生患四种癌症的王威 和家人共同努力战胜了疾病 还收获了最甜蜜的爱情 和最可爱的宝宝 所以上天会眷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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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会眷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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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